嫁入房门是很多人的梦想,但并不是进去之后都能像庄泽天、郭晶晶一样,有个疼爱自己的老公,牛头和车小只是很好的例子,牛头本以为娱乐圈,但在丈夫倾下众多债务后,又不得不付出开戏,如今一分后的车小也无人敢举,不过相比于前面两位,也只很显得更加凄惨,他和郭永成是在2000年结婚的,两人可谓是心疼意义, 但就在婚后不久,吴志恒就患上了罕见肠胃病,必须切掉大部分的胃,同时也有抑郁和失眠症状,开始的时候郭永成还会陪他一起治病,但在06年时,郭永成就以休息和失业为重的借口搬走了,父亲娘开始了分支生活,在08年就离婚了,而在11年时,吴志恒在微博上说,郭永成无情如意使乱东西,在病重时离开了自己,还和杨爱琴在一起, 也不支付善良费,在他19岁时,郭永成就嫌弃他胖,结果他就服用了减肥药,导致患上焦虑症,而抑郁症和厌食症也是在这个时候中下的,如今吴志恒也因为经历了10次的大手术,全身开患只能做容易,但郭永成却和杨爱琴在去年执行了婚礼,今年还剩下了孩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